吴成王率着车仗 好不容易 杀出了两道关口 到了川云关前了 大伙就犯了难了 怎么回事呢 黄明啊 给吴成王提了个醒 说告诉他 这个川云关的总兵 叫陈吴 是那个铜官守将 陈铜的亲哥哥 一奶同胞 说千岁 您把人家陈铜给杀了 那陈吴能放咱们过去吗 再说陈吴这个本领 可比他弟弟高多了 此人不仅能争贯战 而且他还有件宝贝 原来叫暗器 后来呢 越传说 越让人害怕 就改成宝贝了 叫什么名呢 叫火龙标 实际呀 还是暗器 就是标 不过他这个标啊 跟别的标不一样 标的形状 那个打造过程 尺寸 那锋利劲 跟一般的标啊 没什么两样 要说特殊呢 就是在这支标上啊 雕刻了一条金龙 他这个标啊 不往外发还好 等他只要打向敌人的时候 那个龙啊 是鼻子眼睛全会动 而且张嘴喷火 就在你呀 怎么一走神这功夫 这标就把你打上了 反正你不管走神不走神 也得把你打中 什么原因呢 说他这标啊 带拐弯的 就是说你看 说陈吴要用标打你了 他是由东往西 发这个标 你唰的一下 躲到北边去了 嗯 这标啊 当离你还有一米多远的时候 他拐弯了 跟着你走 是你爬楼啊 标跟着你上楼 你入地 这标跟着你入地 哎 甭管 你藏着哪个 鸡脚嘎栏 柱子后边 这标转着弯 也得把你打上 你说这邪性不邪性 说原来这个标不这样 后来啊 经过了一个 也不是什么仙人 哎 直到 就给他这标加了功了 从此 这陈吴啊 名声大震 没有不惧怕他 都怕他这只 神标 您说 我说的这话 哪句是虚的 开始大伙还不服呢 听黄明讲着 大家就看着吴成王 只见千岁是眉头紧锁呀 黄飞虎 听黄明介绍的同时 他是不住的点头 吴成王告诉身边的人 黄明说的这番话 没有半句虚言 确实是这么回事 这个陈吴确实腰里 有这么一只火龙标 是拐弯抹角 转着圈 他能把敌人 给打中 不中这标则已 只要一中标 是见血封侯 当即毙命 哎呦我的天 说的 吴成王身边的这些人 家丁也好 武将也罢 一个个毛孔都发炸 全都吓傻了 二千岁问黄明 哎呀 我说黄明兄 那你介绍了这么半天 你有没有破这个陈吴 这个暗器的办法呀 黄明一听 我哪有那办法呀 我有这办法 这不就好了吗 那你说这么半天 有什么用啊 哎 这我不能不说呀 吴成王千岁 他知道 因为陈吴也好 陈童也罢 那要是不经过 吴成王的批示 他们也到不了啊 这个关口上来 也当不了这个总兵 那你说 千岁能不知道吗 他心里清楚了 那不行 咱们这里边好些人都不知道 要不跟大家打个招呼 万一 那要和陈吴交起手来 他要是一动用 他这个标 咱们可千万万千 得多留点神 那不为我 黄明 言之不欲也 还行啦 龙吴还把黄明 拉一边去了 你这番话呀 把别人都给说呆了 那你说 咱们怎么办吧 要不咱们收拾收拾 跟千岁商量商量 咱们回去得了 这句话呀 把这几元将都给气乐了 回哪儿去 咱们都杀在这儿了 还想回昭阁 那正好 文太师已经班师回来了 他那儿等着咱呢 那你说 这可怎么办呢 这前进无门 后退无路 那咱们就在这儿愣着 吴城邦一看 好了好了 都少说两句吧 黄明所说的这番话 是句句真实 嗯 我心里是有数的 不管怎么说 那陈吴 他就是再厉害 咱们也得从他的川雲关这儿 闯过去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不过呢 黄明这番话 也有好处 哎 这叫啊 先给打个招呼 咱们都做到心中有数 一旦要跟陈吴交手 加点小心 哎 要打起来 他败下去了 真败也好 假败也罢 哎 只要他 从兜里头往外一掏标 吴城邦刚说到这儿 不知谁接了一句 连吴城邦都乐了 他接了一句什么词啊 那咱就赶快趴下 大伙一听趴下也不行啊 你没听黄明说吗 你要上楼这标追你楼上去 你入地他追你地底 哎呀 算了吧 还是赶路吧 管他市局 市兄呢 到那儿再说吗 吴城邦啊 率车仗 就被川雄关杀来了 川雄关的陈吴 早就得到消息了 兄弟死在吴城邦之手 陈吴掉了几个眼泪 他有点恨 恨什么 既恨吴城邦 杀了他的弟弟 又恨他这个弟弟 陈同 黄飞虎到了你的官前 你把他结杀住就算了吧 你就是高悬免战 闭关不出 吴城邦难道说 还能插双翅 飞过来 也比你这笨招强啊 你怎么能跟吴城邦 用这种雕虫小技呢 啊 酒也饶了 饭也搭了 卑躬屈膝跟人客气半天 最后还让人给挑了 这是蠢人 你说我不给你报仇吧 难尽兄弟之情意 给你报仇 我都 我都委屈得很 旁边中军啊 还有他手下的战将 都纷纷解劝 哎呀 大将军 现在您就不应该想这个了 您想方设法 得捉拿住武城王黄飞虎 把他借往京师 一呢 可以给二爷报仇 第二呢 您可以啊 加官进路啊 嗯 陈武厅的这点点头 言之有理 只要黄飞虎车账一到关前 速报我之 苏人令 传下令去功分不大 探报来报 武城王车账 已经到了春雍关前 请主帅听度 陈武哈哈大笑 黄飞虎 你来得好啊 是你亲自把你居家人的性命 都送在了我的手上 他立刻传令 点兵出城 一声炮响 吹三千铁骑 杀出了川云关 唰的一下 到两军阵前 人马大队一字排开 喝 武城王举目这么一看 在帅旗下 有一匹红宗猎马 那就是守将陈武啊 只见陈武催马过来 立马横刀 我们阵前一站好威风啊 是挺威风 陈武 跳下马往那一站的是身高丈二 剩下凶眉恶梦 尸笔活口 喝 头戴尸子荷叶 八脚板银盔 三鹰倒挂 身穿青铜锁子连环甲 内衬紫罗袍 打红中衣 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 手里提着 青铜大刀 最明显的是他左肋下挂着一只小小的豹皮囊 武城王不看出这个豹皮囊还好啊 这一看啊 暗自大吃了一惊 只见那豹皮囊外边 有齿八肠 红绸子 一条随风之白 大概那就是他的护身宝 活龙镖 怎么办呢 两阵已经多远了 武城王不能不过去 他他话呀 他一催五色神牛 刚要上阵 二千岁三千岁 黄明周记龙环几万大将 就把武城王给挡住了 千岁 您不能过去啊 还是有五等跟他搭话吧 那万一他要把您伤了可怎么办 嗨 武城王轻轻一摆手 列位贤弟 不要为我担忧 我是帅你们大家杀到川雲关前来的 我不搭话怎么能行呢 我不过去 他点名捉将也得找我呀 这叫冤有头 债有主啊 说到这儿武城王让众将闪开 自己催神牛来到阵前 啪啪金钻提路枪一横 陈将军 请了 呱 陈武打领打领 黄飞虎 他觉得武城王黄飞虎 由赵哥逃出来这一路 跑到他的川雲关前 一定是碰头垢面 啊 满脸的土一身泥 不成个样子了 他现在一看呢 哎呦 武城王黄飞虎 还是那样 威风凛凛煞杀气腾腾啊 金盔金甲 大红的战袍 胯下五次神牛 手提金钻提路枪 胸臣是常然飘洒 残眉凤幕 还那么精神 呵 陈武点了点头 先说行啊 黄飞虎 今天逃难到我的关前 他愣没有到哪儿 啊 还是那么精神百倍 我来问你 来者可是 叛臣 黄飞虎 看看 这句话说的武城王心里 甭提多难过 怎么呢 这要是啊 我武城王黄飞虎 不是逃离昭歌的话 我还是郑国武城王 我要是奉黄命 到川云关来视察 就这陈武 他老早八早的红毡铺地 就得啊 摆好相案 跪跪居居 插手十里 站立在道旁 连头都不敢抬 他都不敢正眼看我 你却现在 这狂傲劲 来者可是叛臣黄飞虎 吴城王一想 别想这些了 还是啊 先说眼前吧 陈将军 正是老夫 哼 吴城王啊 黄飞虎 你好大胆啊 反朝廷在武门前 敢打伤皇帝 今天 要斩将夺官 你与何为啊 今天来到川云关 你应该知道你家陈总兵的厉害 赶快下座计 束手 待毙 让我把你打进秋车 送往昭阁 我不当机杀了你 你看怎么样 我把你送往昭阁城 听从天子发落 若不然 你就是泪生双赤 也休想飞过我的川云关 吴城王这么一听 哼 陈将军 你好大的口气啊 陈无疑 听什么 我口气大 都 我没找你算账呢 啊 你杀出同关城 杀了我的弟弟陈童 今天 我一 要为国家 除你 抓到你这个叛臣 第二 我要为我 一乃同袍兄弟 报仇血恨 拿命来 死刀就劈 吴城王 啪 用金钻提炉枪 把刀给他封出去 凝枪就刺 二将 就在阵前打上了 打了又四十几个回合 哎呀呀 陈无不由的呀 俺吃了一惊啊 怎么了 陈无心想 这吴城王可真厉害 轻法如神啊 他还是那样勇猛 这条枪 挥舞起来 不雅于出海的蛟龙啊 我别跟他恋战了 时间一长啊 我们哥俩就差不多了 什么叫哥俩差不多 他就跟那兄弟一样了 想着这下 陈无脱马就败 黄飞虎一看 呜 把五色神牛带住了 没敢追 怎么了 吴城王一看不对 陈无根本没败 他刀法不错呀 怎么突然间败走着呢 哦 吴城王明白了 他要用镖 你说我追不追 我要一追 这镖非把我打中不可 不追 这太难看了 敌将明明败下去了 怎么能够不追 他呢 吴城王稍意迟疑 他听到了 淳无的冷笑声 淳无 催马败起来 听后边没动静 开始 他没太理会儿 怎么回事 他知道啊 吴城王这坐骑 跟别的坐骑不一样 吴城王骑的是五色神牛 别的战将 追敌人也好啊 自败也罢 跑起来之后 马走轮铃声 马蹄子 打打打打 有动静 他这不行啊 这牛蹄子 四个蹄子分八半 他打起来也好 是追杀也罢 他扑着扑着 没有更大的声响 所以啊 淳无 还以为 吴城王追他呢 他侧目这么一看 吴城王没动窝 追他乐了 他知道 黄飞虎 有点害怕 不敢追他 他这一冷笑话 腾的一下 把吴城王的火 给挤起来了 好小玩 你不是就要吃一只镖吗 啊 干如此狂妄 休走 一踹蹦蹬神 呼他一下 武则神牛 像一吞风似的 就追过来 陈吴一看 追得好啊 他把青铜大刀一换手 用右手轻轻一递了 这包皮囊中 就把这火龙镖递了出来了 刷 顺手这么一甩 一道金光啊 随着金光一片火焰 哎呀 吴城王一看不好 这伯牛要走 那就来不及了 阿爸 这标还算万幸 整重黄飞虎的左肩 吴城王大叫一声 噗通的一下 金钻提炉枪扔了 一头从神牛上栽下来 只见陈吴一招手 那标 叮哩唷唷 又回去了 你看这么样 不仅能放 而且还能收 旁边周济一看 不好啊 西吴山我主 周济催马就过来 陈吴这么一看 认识 这是吴城王仗前的大将 周济 看彪吧 啪啪 一彪 整打着周济右腿的腿面上 周济啊 惨叫一声 有马上 掉下去了 这时啊 只见二千岁黄飞彪 把长枪这么一晃 手下家将 一起开弓射箭 乱箭齐放 陈吴哈哈大笑 大群架呀 动用你的家将 凭弓箭取胜 算了吧 我不用下马 摘黄飞虎的人头 你就把这五城王黄飞虎啊 还有那员大将周济抬回去 至丧吧 一个休想得火 想着这这么大刀 望起这么一举 嘴一撇 把这刀一晃 长得胜骨 回城了 这十二千岁他们 把五城王和周济 给抢回来 回到大仗一看 哎呦 当时二王千岁黄飞标 三王黄飞豹 放声大哭 怎么了 只见五城王 面如一张金纸啊 牙关紧咬 没气了 完了感情 周济 跟五城王千岁一样 哎呦呦 这就像摘了两兄弟的心一样 我们好不容易跟着大哥杀出昭哥 来到了这川雍关前 没想到 大哥让人家一飙 给打死了 这可怎么办 黄明赶快过来解劝啊 二王三王两位千岁 别哭了 这不是哭叫的时候 得想办法 给大王智商啊 拿什么智啊 别说没药 有药也不好使啊 别人不知道黄明知道 这火龙飙飙商 非得用沉无的解药 才能治这商 那上哪吵过去啊 哎呀 好像一块大石压在重将的心头啊 一个个愁眉苦脸 还生叹气啊 哥哥 严含着热泪 虽然没有哭叫 偷偷掉泪的可不少啊 大伙在想 难道就这么瞪眼看着 吴城王千岁 宾天不成 正在这时龙环打外边跑进来 他一把拉住了 二千岁黄飞标 二千岁 您别哭了 您赶快出来跟我看看 在他那圆门外呀 有一位道童 求见 既然之后 下次再会吃 大家看